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查询中基本的查询语句 那接着往下来看 当我们想按照某些条件 来查询出符合条件记录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where来加上你的条件 那之前呢我们在做小例子的时候呢 也拥用过where 像你更新记录 包括删除记录的时候 按照你的要求来更新一部分记录 这时候呢就要用到我们的where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where都有哪些 可以作为我们的where条件 首先 我们可以使用比较运算符 那其实呢之前我们也用过 像等号啊小于号啊小于等于啊 这样一些内容 那接着看到在这呢有这样一堆 和我们这个peerp中的 这个运算符呢是一样的 那其实呢也就大家有这样一个符号 没有见过 其实呢它也是等于 那简单的我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这些符号的一个使用 第一个它可以作为我们的where条件 那就拿我们这个用户表为例 我们先来查询一下 select信号fromcms的user 一共有这么多用户 那现在我想查谁呢 我想查询一下编号为1的用户 这时候你就会用到等号 where条件 select 查询 编号为1的用户 select要查询哪些字段呢 查询id username 包括它的email fromcms的user 那现在有条件了 通过where来加上你的条件 编号id等于1 执行 你看到通过where条件呢 是对于我们的记录 进行一次筛选 它会筛选中符合你条件的记录 当然如果你的条件不满足呢 或者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查出来的就是一个空的 我们查询一个编号为111的 那接着你发现 一共就11个用户 那你查询编号为111的 肯定没有 那这时候呢 就是一个空的集合 那现在我们还可以查询什么呢 我查询一下 select id username email email fromcms的user 要求用户名 username 等于谁呢 等于king的 来看一下 是否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的话 它会帮你查询出来 接着你发现 是有的 查询出来这样一条记录 那接着呢 其他的就一样了 你如果查询一下 密码为谁的 邮箱为谁的 注册时间为谁的 这样一个效果 等号 那等号有了像大于 大于等于 小于小于等于 都比较简单 那我就可以直接来写 select一下 信号 fromcms的user 条件是 id大于等于5的用户 所有大于等于5的记录 都已经查询出来了 那小于等于 那这个我就不说了 那接着还有不等于 select 信号 fromcms的user where 不查询第一条记录 where id 不等于1 除了第一条 所有的记录 都查询出来 那这是不等于的形式 我把它拿过来 查询 编号 不为1的用户 这个不等于可以 或者呢 你可以这么写 用这种形式的不等于 这也叫做不等于 你看到 除了第一条记录 没有查询出来 那接着呢 我在动态的像这个表中 添加一个字段 添加 age字段 添加它干嘛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out table 表明 表明 终于 中文字的 用户 通过 i的关键字 age tiny nt ansend default 写成一个18 或者是18 添加 添加这样一个字段 好 成功 那再来查询一下 你会看到 所有的年龄都为18 接着我再向用户表中 添入一条记录 我让age的值为 now 这就是我们的作用 insert表明 看一下表结构 des以下 cms的user 必须给值的username password 接着 email有默认值 注册时间 不能为空 我们可以把之前的拿过来 找到我们的这个user表 好 第一个拿过来 这是一条记录 接着呢 把它稍微改一下 写上一个test1 密码也是test1 注册时间 是它没问题 poid没问题 接着我在后面 再加上一个年龄 age 它的年龄为 now 因为age字段呢 我们没有 允许它不能为空 所以说 添加一个now值 你再来查询 select信号 fromcms的user 你看到 第12条记录已经有了 那接着呢 这个年龄的值 为now 那现在我就想查询一下用户 谁的年龄 值为now 这时候如果你用等号的条件 来写 你看一下是否能查出来 查询 表中 记录 年龄 age字段 值为now的 记录 看是否有 那肯定有 因为我们刚添加了一个值为now的 那select 假如说写新号 from表明cms的user 条件是 条件是 如果你写h等于now 这时候你看一下 是否能找出来 粘贴 你看到 没有查出来 但真正的这条记录有吗 是有的 这时候检测 自端值是否为空 你不可以用这个等号 那可以用谁呢 可以用以下这个 这个运算符 它也是等号 除了检测 now值以外 它和我们这个等号 作用一样 也就是比这个等号 多了一个检测值 是否为now的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我就可以这么来写了 select 新号 from cms的user where age 等于 这种形式的等号 等于now 这是第一种形式来检测值 是否为now 你看到 查询出了我这条记录了 它比这个等号 多了一个功能 检测now值 那其他的就一样了 你看一下 我们再来写一个 查询一下 select 新号 from cms user where age 等于 18 那现在你会看到 所有等于18的记录 会被查询出来 除了最后一条 其他的是一样的 这第一种形式来检测 某个值是否为now 那接着呢 我也可以通过下面这种形式 来检测这个值 是否为now 是否为空值 可以通过 age now 或者是 age not now 加not 一般是取反的功能 那接着呢 我想检测 age 字段 值为now 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 age now 来检测 age not select 新号 from cms 的user 条件是 where age age not 那现在应该把我 刚添加这条记录 查询出来 好 你看一下 那加上not呢 写上一个 age not 代表取反 除了这样一条记录 其他的所有记录 都应该被查询出来 那现在你学会了两种形式 检测值是否为now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学了一下 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其实比较运算符中 唯一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一个等号 检测now值 又学到了检测某个值是否为空 可以通过age not 或者是不为空 age not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其他的运算符 自己来实验一下 并且把age not age not 要实验一下 如何来检测我们的空值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看下来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